大家好 昨天农夫山群的副总 亲自澄清了钟珊珊与宗教会之间的关系后 钟珊珊本人又亲自发了声明 就说自己当初没有创获 第一统计也不是来自瓦哈 并且对瓦哈的巴格宝州的产品的研发 也是利过功劳的 同时与宗教会也是亲密的占有关系 但是我看到今天还是有个新闻就说 说农夫山群官网期间店已经连续五天消灵暴跌了 就方面之前销售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为此人们就特别的不解 他们说按说作为中国的首富 有自己的各种的媒体和公关的资源 既然也能受到网报 而且持续公关声明还不见效果 那是不是公司在整理的公关上 就在瑕疵政治弊病呢 我倒是觉得啊 这个农夫山群啊 在公关头上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只是啊 作为胡润方法的首富啊 无论呢 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在媒体公关上啊 都是相当艰难的 稍有闪失啊 就弄得不可收拾了 我想啊 这次呢 装闪闪与哇哈的折断风波啊 之所以呢 持续公关啊 不见效果 原因呢 有两个 那第一个啊 就是呢 这些年啊 迷营企业家呢 在百姓的心目当中啊 地位下降了 大家啊 一般都会下意识的啊 从负面甚至恶意啊 来承受他们不去发生的事儿 由于舆论加持经济下行等方面的原因啊 在多数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呢 那齐老板啊 已经失去了光环 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老板 所以啊 大家呢 最向往的啊 不是创业当老板 而是呢 考公务员 最近成为啊 绝大多数年轻人呢 他们唯一的梦想 那从去年开始啊 国家呢 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扶植政策 保护民营企业家 但是呢 效果啊 还是没有明显的协定出来 这其次啊 就是仇富的 天性造成的 这西方呢 有个愿意就是说 人一旦报复啊 就像宠物挂上铃铛一样 走到哪里啊 人们都会提前知道 作为胡润富汗法 连续两年啊 排名第一的重战争 一定呢 会成为媒体和自媒体打个音啊 他们眼中呢 最热门的谈资 有些小事啊 也会夸大歪曲 甚至呢 无中生有 这多数杀闯啊 是人类呢 仇富仇美仇帅的 负面天性啊 在作怪 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啊 还留意的好一点 但是呢 一旦经济下行啊 就会变得较为严重了 所以说我倒觉得啊 周珊珊呢 要想摆脱这一风波啊 就在企业的工业世界上 多加功夫 我们看啊 国内外呢 名列前谋的塔夫 都是呢 把做公益啊 当成了 对外公关宣传的重要手段 而且在这方面啊 投入呢 也是相当舍得的 比如说啊 巴菲特啊 三个孩子呢 都是他公益基金的实施者 而盖茨呢 就更牛了啊 此之后呢 全心全意的做公益 那国内呢 你讲马云啊 做的也特别的好 他的乡村教职基金啊 得去多年的坚持运作 也是备受大家的欢迎 当然我们也看到啊 周珊珊的企业呢 也是做了一些公益事业的啊 但是呢 力度还不够 没有把它呢 固定化 产业化 我想啊 这事件发生以后啊 希望他呢 拿出一笔资金啊 专心占益的最佳公益 因为啊 他的养生长企业啊 做的是大健康的产业 所以说呢 对弱势群体啊 多做一些公益的善事 本身啊 就是对自己企业产品的最好宣承 同时呢 当发生一些负面事件的时候啊 许多媒体 尤其是呢 自媒体的大兵们啊 就不至于呢 不依不饶地追杀了 这昨天啊 我做的评论这些事件的视频后啊 有个网友的留言呢 说的特别好 他说呢 古语说的好 既善之家啊 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 必有余样 有余庆 有余庆